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北京在台湾问题上遭受了一系列的重创 台湾在立陶五开设办事处 美国邀请台湾参加世界民主峰会等等 这些都让大陆气急败坏 过去大陆对台湾的各种威吓措施 包括什么军机扰台 对这个台独分子所谓的追究刑事责任等等 也都没有能够吓住台湾 这些措施也都无效了 那么现在北京面对在台湾问题上连连失守 他们感到已经对台湾问题 已经到了一个山穷水尽无计可施的地步 于是他们就拿出所谓最后一招 叫做自毁长城同归于尽的一招 这就是打击台湾在大陆的企业 昨天10月24号 北京宣布对台湾远东集团 在中国大陆的多家企业要罚巨款 现在已经要对他们追缴罚款 说是4.74亿人民币 那么自从北京改革开放以来 对外资都是受到一定程度的优待的 那么对外资企业罚如此高的巨款 这还是第一次 至于台湾在大陆企业被罚巨款的原因 北京国台办也把这个话挑明了 昨天国台办明确说 不允许吃饭砸锅 不允许支持台独的企业在中国大陆赚钱 那也就是说 这次北京是挑明了说 这次的台湾远东集团的罚款 它是一个政治性的罚款 因为远东集团在资金上支持台湾的民进党 因此就要打击远东集团在大陆的企业 作为打击台湾民进党的金主 也就是打击他们的经济来源 不让这些人在大陆赚钱 对台湾民进党进行打击报复 北京用这样的办法 就是打击台湾在大陆企业的办法 去打击台湾的民进党 可说得上是极其愚蠢 等于是自毁长城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台湾真正反大陆 支持台独的企业 他们根本不会到中国大陆开设工厂 或者是开办企业 在中国大陆设厂开企业的台商 基本上都是对大陆比较友好的 至少没有敌意 但不管怎么说 这些台商他们的本体是在台湾 他们不可能不受到台湾政治大环境的影响 如果这些台商在台湾是过分亲中国大陆 他们在台湾要遇到不小的麻烦 所以这些台商就采取一个两面讨好的机会主义办法 就是这边讨好中国大陆北京政权 那边又讨好台湾的民进党政权 就是所谓的刀切豆腐两面光 那么台湾这个远东集团就是一个典型的 这种叫做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企业 他们在中国大陆设厂有很大的利益 当然他们不会反对北京 他们要讨好北京的 但是远东集团他们也得罪不起 直接管他们的台湾的民进党政权 所谓不怕限官就怕限管 台湾的远东集团向民进党捐权 绝不意味着他们是要反北京 要支持台独 他不过是单纯的要讨好一下民主党政权 就是要避免在台湾遇到什么麻烦 简而言之 现在大陆和台湾是处于一个非常敌对的状态 那么在大陆开办企业的那些台商 他是夹在大陆台湾两个敌对的政权中间 日子是很不好过的 那对于这些台商来说 他们是两头都得罪不起 所以他们就采取一个两面讨好 刀切豆腐两面光的机会主义政策 这也是商人的本性使然 那按照过去北京的统一战线的政策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像远东集团这些在大陆台商啊 他们应该是作为北京团结的对象 因为这些台商他们在大陆有了企业之后 他们本质上肯定不愿意大陆和台湾的关系紧张嘛 关系紧张对他们这些企业肯定没什么好处 所以呢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 他们这些人在缓和大陆台湾关系方面 应该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 过去呢北京对这些两头讨好刀切豆腐两面光的台商啊 也是采取某种宽容的模糊态度 就是允许他们去支持台湾的民进党 允许他们在台湾有生存的空间 只要他们不反北京那就可以作为北京团结的统一战线的对象 可是现在习近平当局啊就要改变北京过去那个对台商的那种宽容的模糊的政策 就要把这个为台商的态度清晰化 就要逼台湾选边战队 那么现在北京就宣告说台商要想在中国大陆赚钱 就要和台湾的民进党政权要划清界限 必须你要反民进党政权 你不能吃饭砸锅 北京试图用这种打击在大陆的台商的办法来威吓台商 逼他们选边站队 逼他们反民进党政权 这是一个极其幼稚的做法 首先呢台湾的民进党的资金主要来源 它绝不是依赖来自中国大陆的台商 那北京它对中国大陆的台商进行惩罚打击 对民进党政权其实根本造不成什么大的影响 相反的这些在大陆的台商对中国大陆可以说贡献很大 给中国大陆提供了就业机会提供了税收 对中国大陆是有恩的 所以呢北京打击中国大陆的台商 等于是恩将仇报 把那些对大陆本来还有一些好感的台商 也通通逼到讨厌大陆的地步 等于是把他们逼的去支持台独了 那么过去中国大陆呢 因为员工的工资低 所以外资在中国大陆还是利润比较大 所以他们纷纷到大陆来投资建厂 但是现在大陆的工资是越来越高 而且呢外资企业还要替员工交纳各种社会保险 外商在中国大陆的企业利润是越来越低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外商就纷纷要到那些工资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去搬迁工厂 去在那里去建厂 因为那个地方肯定是利润要比中国大陆更高 不过呢 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就搅乱了这个搬迁过程 所以外商就减缓的从中国大陆搬迁企业 那么等到这个新冠疫情过去之后 世界各国都恢复正常了 那么外商从中国大陆搬迁潮就又要开始了 所以目前其实是一个关口 如果北京对那些外商采取一个怀柔政策 那么还可以延缓外商对外搬迁的速度 那么现在北京要用政治的原因来惩罚外商 等于是给外商搬迁火上浇油啊 完全就是一个自毁长城的举动 因此呢 这次北京以政治的原因去处罚台资企业 对整个的外资企业都会达到一种寒蝉效应 就是要下手外资嘛 这完全就是一个搬石头砸自己脚 自毁长城的余形 过去虽然是中美贸易战什么事情很多 但是呢 北京一直没有动在大陆的外资企业 就是怕把这些外资企业给吓走嘛 那么吓走外资企业 北京自己的损失 其实远远大于那些外资企业的损失 那么现在北京可以说被台湾激怒啊 到了某种疯狂的地步 就是他们对台湾非常的生气 可是又对台湾没有办法无计可施 最后呢只好来惩罚在大陆的台资企业出气 等于就是恩将仇报自毁长城 我们这也可以看出来呢 台湾问题呀将来将会引爆大陆政权的一个危机 它就是一个引爆大陆各种问题的一个导火索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